养多肉啊,用土很关键 如果盆土不透气 浇水之后十天半月都还是湿漉漉的话 那么多肉植物是很容易烂根的 所以呢,想要把多肉植物养活养好 一定要使用排水性好又透气的盆土 我一般呢,会用这种半成品的多肉真土 它的前期呢,已经进行了杀菌处理 而且呢,还往里面添加了营养均衡的多元素缓食肥 而且呢,颗粒的种类啊,十分丰富 麦饭食、火山岩、路兆土、日向食等应有金银 那为什么又说它是半成品呢? 因为它是把颗粒和进口泥炭分开独立包装的 方便我们在实际配土的时候调节比例 一般呢,对于这种很小的单头小苗啊 需要放入的泥炭多一点 大约20%到30%左右 而对于这种成猪群生的多肉啊 泥炭则要少一点 大约10%到20%就好了 多肉翻盆的季节啊,又到了 兵满未冻,粮草先行 翻盆之前呢,别忘了先把盆土准备好啊 关注老刘,大家一起学养花